大家好,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如果家庭觀眾有事想問,我們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是204-6566,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仍然是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阮智喜先生在旁邊 Harry,你好 你好,Janette 昨天在統計局公佈了很多不同的數字 包括CPI、PPI、工業增加值、發電量等等 我想這一節特別跟你說,就是內地方面的零售銷售的數字 你看到他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加14.9% 在這一月份來說,如果你看過去四個月來講 這個升幅的數字,亦都可以說最近最美,去到14.9% 這個趨勢或這個勢頭可不可以堅持? 我也覺得,如果你看到內地的社會消費品的零售總額來說 不會太過受到之前的一些本身的經濟表現做得不好 而有一個很負面的影響 我們看到零售消費品當中的按年增長 仍然是一個挺平穩的按年的增速 這方面去到接近15%來說,隨著一個,我講的是 例如未來是聖誕或新年的一些時間 特別是農曆新年那方面 亦都會見到內地消費本身的氣氛 亦都會隨著一個經濟環境的一個足底回升 逐步改善 我相信對於本身的整個消費品的行業來說 都有一個挺不錯的上升 我都衷敬一下本身如果突破了15%來說 其實對於本身的GDP的帶動來說 都有一定的幫助 這方面其實你會見到不同的一些經濟分析 亦都講到,第四季本身的GDP的增長 會否可以衝回到8%樓上呢 這方面其中一個本身的三頭馬車的帶動 消費的帶動來說,都是一大幫助 講到內地零售銷售方面的數字 不如特別在秋珠寶金色這個版法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先看看最新來講,2012年的11月份 總銷售額方面有181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有超過兩成 10月份來說,數字其實都大 你看到總銷售額都去到184億 雖然那個升幅就沒有11月份那麼多 但是這樣說,你很難拿回10月份來比 始終你都見到黃金周 Harry,你怎樣看20%的增長 我們見到,在油市對比起10月份的按年增長 而言,11月的速度的確快了很多 我們見到總銷售額本身是181億人民幣的數字 其實貼近10月的,你不要忘記了 本身10月都有一個黃金周的假期 今年還要整個星期那麼長 這方面其實11月的銷售額來說 是做得不錯的 這方面我也會覺得,投資者可以留意當中不同的股票 特別見到,會不會說在內地那方面 那個佔比會較為重一點的一些珠寶金式股 這方面,如果你看回11月的勢頭來講 見到本身對於金式的需求有一個改善的情況 這方面對於相關產品的一些企業來說 我都會有一個衝勁 其實在12頁裡面都仍然在那個按年增長裡面 繼續加大 內地的數字真的出得不錯 11月份來說,按年增長有超過兩成 內地很大,香港方面有情況如何呢? 我記得之前在黃金周 大家對珠寶金式股都有點失望 因為說到,但數字或銷售額來講 光芒不在 也就是說,很多內地人始終可能有時 一來需求不是太多 二來選擇在內地方面消費 我們看看香港方面的情況 見到在2012年10月份 這個sector,即這個版是珠寶金式的 你看到總銷售額來講 就有75.2億港元 按年方面反而都要跌成3% 對比在內地方面10月份 真的做得不錯 在內地是說,按年增長有超過一成 我們看到,如果看回螢光幕裏面 其實你會見到,整個圖畫跟內地的 本身的增長數字很不同 我們見到,本身由7月到10月 說的是珠寶首飾,中標,名貴禮品 由政府統計處發佈的這個數字當中 其實是有升有跌 但升幅來講,只是一些低單位的數字 其實都是大體上 見到,會不會說珠寶首飾那方面的一些 本身的高增長勢頭已經完全沒落了 這方面,其實投資者可以留意11月的數字 大概都會在12月下旬 會由政府統計處裏面發佈 我都憧憬11月的數字做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其實主要見到,先前不同的珠寶首飾股份 說周新生、陸福甚至周大福那方面 都會說到,他們自己覺得 在11月份的銅店銷售增長 其實是有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其實大體上來說 都會是不同的管理層 那個口徑是非常之一致 對於本地的珠寶金色銷售的情況 其實在11月份也會慢慢地回升 他們都預測,特別在陸福那方面 對於他們自己的銅店銷售 在12月份可能有兩成的增長 這方面其實對於整個金色行業 會不會有一個足底回升的趨勢呢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機會 如果看回整個消費市道 特別是在香港當中 其實投資者會比較易看的 其實我們用肉眼去看回市面上 究竟本身不同的金色店鋪 究竟旺不旺呢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都會見到 特別在這兩個禮拜 即週末出回銅鑼灣 或者尖沙咀的一些 看回不同的一些行業的店鋪 究竟那個旺的程度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都看到其實本身 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人流上面的增長 以看回本身的情況 是接下來都會有聖誕的假期 又或者甚至新年的一些效果 我相信會不會說在十一月份 都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呢 我自己都會有一個憧憬在這裏 講開就是本地方面的珠寶金色股 不如都做個比較 其實哪一間的珠寶金色股 講內地 在內地的收入是佔得最多 原來就是六幅編號590 其實應該更正 在六幅590來說 香港的收入應該佔得最多 七成三國外 周大幅方面就差不多一半一半 你看到香港的收入來講 有接近四成五幅 而內地方面的收入就有五成半 反而六幅真的少了些 內地收入方面只不過只有7% 如果你看回這個表上面 跟現在我們今天看到 周大幅、六幅、周深深的股價比較 會有少少不同 我們看到純粹從剛才的一個表來看 如果你看到內地的珠寶金色股 本身的銷售額上面有一個上升 對於周大幅來說 應該會是最好的一個利好 但反而看到今天的股價表現 其實也看到六幅的表現 也跑贏回周大幅 也想跟觀眾去分享 這方面其實我也覺得 珠寶金色股 其實會不會說 在這個月開始 有一個足底反彈的情況 其實我也覺得 如果觀眾看這些股份 可以看高一線 特別看到 如果你看到六幅表現 我覺得會比較短炒的意味 如果你看到590股價表現 今天上升到24元這個位置 如果看香港本身的銷售情況 我覺得可以後低買回 大概是在23元以下買回 直播率會高一些 如果看內地的銷售增長 如果下個月的數字 都可以出得比較帥 接下來可以看1929股份 1929股份 去到11.76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少少高 也看到股價走勢 由9.6升上來會比較急 現在有兩成的升幅 可以後低回 我自己也比較保守 看到周大幅本身的基本因素 仍然都會有一些存貨的問題 又或者先前說的是一些 本身一些對沖的問題 在改善的時候 看回11元這個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賣入的話 本身我看回股價表現 如果中線看回12.5元 機會會比較大些